从行程到现在的四十五亿年间 地球曾多次遭到小行星的碰撞 也曾受到风雨的侵蚀 遭受过熔岩的洗礼冲刷 甚至因地球运动而被紧压拉伸 能够帮助我们还原它遥远过去的蛛丝马迹 似乎都已消失殆尽 有关地球前世今生的线索 只在一个地方还相对完整地存在着 这个地方就是月球 科学家们遍访地球各个角落 描绘山脉和洼地 探索其内部奥秘 以加深对地球历史的了解 科学家们还试图解开月球诞生之谜 希望借此来还原地球年星史的样子 自人类出现以来 人们便对月球充满了向往 月球作为夜空中最亮的星球 几千年来为人们指引方向 帮助人类计算节气 并且补育了无数神话故事 大约在四百年前 人们才开始科学地研究这个星球 几百年前 伽利略听说远在荷兰 一位光学仪器家制造了一个 可以看清远处物体的仪器 作为第一位现代科学家 伽利略想到 在这个仪器的帮助下 一个困扰人类多年的难题 即将有所突破 宇宙苍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人类的世界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对于当时的一些哲学家来说 月球是一个完美的 剔透的神圣的球体 与之相比 地球则充满了瑕疵 通过望远镜 伽利略则看到了一个更真实的月球 他看到了月球表面的山栏 即沟壑 和地球大同效益 时间回到现代的月球研究 1959年 由美国和前苏联发射的第一台探测器登月 旨在拍摄特写照片 得出直观的数据 宇航员们发现 月球就像一个早期太阳系 遗留下来的时间舱 通过研究采集回来的岩石样本 证实了一个惊天理论 月球和地球表面的组成成分 其实是极其相似的 月球很可能在大约40亿年前形成 当时地球还处于初级阶段 与一个大小近似于火星的星球相撞 尘埃落定 撞击的碎片在地球轨道运行 进而形成月球 那时月球上的挥发性物质 如水 逐渐蒸发干净 撞击过后 月球逐渐冷却下来 表面的溶浆 也逐渐变硬 形成脉壳 但是月球仍旧经受着混沌的太阳系中 时常发生的撞击 爆炸等严峻考验 其表面在历史不同时期中 都经历着高强度的凛冽锤炼 科学家们想知道 这般锤炼是否让月球孕育了某些资源 比如水资源 一旦被发掘 它将对长期载人飞行任务 提供巨大的帮助 随着探索外太空能力的不断提高 人类已有足够的能力 用火箭将人和生命维持装置送上轨道 三百多次的载人飞行记录 足以证明 人类可以在地球外生存和探索 与其他飞行任务相比 阿波罗计划在人类了解地球与宇宙关系 以及自我认知方面 更具推动作用 但这一计划的意义 还远不止这些 登陆月球是人类探索的一次飞跃 但宇航员从月球上捡到的东西 才是阿波罗行动 带给我们的最大财富 阿波罗号宇航员走出登月舱后 发现月球上笼罩着厚厚的尘埃 四处可见岩石和坑洞 他们漫步月球 将总计382公斤重的岩石 捡回了返回舱 回到实验室 科学家们对宇航员带回来的岩石标本 进行研究 希望能找到些线索 来攻克人类科学无法解答的谜题 月球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问题的答案 将帮助人类来解开更大的谜题 地球是从哪里来的 它是如何进化成 如今这个我们居住的星球的 阿波罗计划带回来的岩石标本 让我们离答案更近了一步 但是谜题仍未解开 月球与地球的平均距离 约384400公里 月球表面面积 还不到地球表面面积的十分之一 体积只有地球的五十分之一 质量只有地球的百分之一 月球上没有空气 表面温度白天可达123摄氏度 夜晚可降至零下233摄氏度 作为夜空中最亮的一颗星星 月球引领着人类走向新的千年 也为各种神话传说 注入源源不绝的灵感 明镜与点点栏目